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到事故报警的举线交警迅速赶来 发现被害人早已失去了一切生命气息 报案人是过路的一名外地卡车司机 他只是在行径途中 个然看到了已经倒在血泊中的受害人 当时四周空无一人也无车辆经过 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现场如躺了树密之远的鲜血 来自受害者头部的伤口 头面部已经严重破裂变形 显现出致命的车辆碾压痕迹 初步看见了现场的交警 却多少感到有些疑惑 如此重大的交通事故 却没有发现任何刹车的痕迹 也没有发现碰撞时 车辆一路下的硬点碎片 于是交警向刑警侦查部门的同行提出了协查请求 我们在举县这个交警部门应该工作的鲜血的非常好 所以他们觉得现场有疑点了 他就叫我们在侦查这个技术部门 因为我们的技术力量毕竟强大一点了 然后去和他们一块配合着 整个现场详细的看查 在举县对于情况复杂的交通事故 民警都会在第一时间去找到刑侦部门 来共同参与现场侦查 对现场的疑点进行逐一的排除 来确定这样的交通事故究竟是意外 还是刑事犯罪案件 2014年3月10号的晚上 举县的刑警就在对这样一起 看似是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件 进行一步步周密的调查 调查之后 警方发现在这背后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聚焦一线 直进现场 相见公路上的死者身份确凿 没有目击者 没有肇事车辆 从现场上看没有交通工具 是肇事逃逸 还是另有隐形 血腥现场重重疑点 刑事警察进入调查 案件将何去何从 一线车祸疑云正在播出 看起来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然而有一些视自而非的现象 让民警们感到疑惑重重 莫衷一事 船交通机会有判断的痕迹 现场没有车辆被碰撞的痕迹 因为一般车辆碰撞之后 它一个地下有个被碰车辆的 那个掉下来的物件 现场自着横温的马路正中 衣着基本蛮好 并无破损 奇怪的是 外裤就被脱下一部分 他又挂了一个 拖出一段时间 拖出一段距离 但是现场没有这个 一味的现象 法医初步勘察 发现死者身上 则多重的车辆碾压痕迹 主要集中在头部的伤势 造成其失血过多而死亡 他没有抵抗伤 他的伤主要在头部 头部有一个窗户 一个流通事故也那么形成 表示呢 始终情况还是比较少 这个头部的伤 断气打击能形成 车辆凉压也可能形成 如果碰撞过程中 也可能造成 在这种情况中 我们觉得 交通事故能形成 但是呢 别人唯一做案例 可能是给人能形成 当然了就是交通事故 当场晚上的冲箱 还是交通事故 死者的两只鞋子 均已脱落 一只抛在身边 里面有喷溅的血迹 另一只鞋子 就被压在身下 如果是交通事故 鞋跟鞋翻离 始终是好的 这种事故 把他的鞋子 要是拖了的话 鞋子应该离向上 也比较远 是吧 但他鞋子就在他的腿下 死者没有随身 携带背包 民警只从他身上 搬出了一部 已经无法闯开的手机 收紧 黑屏 后来中国冲箱 发现是不收紧的 已经是 轻轻还差时间 这个鞋 拿着我无用的收紧 他干什么 这也就不符合商业 这是从举县 到移水县之间的一条 相间公路 距离移水县城更近一些 大约只有15公里 这里地处偏僻 平时通行的车辆和行人 并不太多 这个人 他怎么到这地方来的 他手下来的 可哩可哩 他怎么到这地方来的 下来的一把都有交通工具 有没有七十 有没有七十 有交通工具 那在这个县上 没有别的交通工具 他如果是衣水 到这个地方来的 他不行 如果是不行的话 他就搞什么 现场的种种疑点 似乎显示出 有人内制造的可能 这些疑点 引起了行政民警的 极大警觉 在死者身上的一个钱包里 装着少量的现金 身份证 银行卡 和一张记录电话的纸张 身份证显示 此人名叫侯相龙 黑龙江木林世人 生于1972年 在记录电话的纸张上 第一个电话写着 老婆和一串电话号码 引领顺利的 和对方取得了联系 当时我说 侯相龙是你二十万 他是你谁 我是去相关局的 我说侯相龙现在 是对妈的 今天下午两点来钟 就死去了 当天下午两点来钟 就死去了 我下来什么 说不是 我一直没回来 侯相龙的妻子小潇说 他家住在乡邻的 遗水县城 当晚 小潇在弟弟的陪同下 来到举县公安局 他有的时候喝了酒 但是有的时候小孩吧 我就不让他喝酒了 他也还早喝 我还以为他给人出家了 打仗了 或者是什么事 无闻心情 心情是 你过来吧 过来再说吧 就这么样 说得到 我倒是 我也没想到 这么大的事 我就得进去了 他老婆也是 后小牧 通宵 在东北上大 苦苦在东北 他是住在 遗水县城 遗水县城 那么他 他怎么到了 这个出事的现场呢 这就是 对大的一个一点 因为他又没有交通工具 从现场来看 没有交通工具 这是家里 有一两两种东西 小肖是遗水本地人 2012年认识了 从东北来遗水的侯相农 尽管侯相农的年龄 比自己大了许多 但是 李懿的小肖觉得 单身的侯相农 勤快可靠 又对自己和孩子非常好 于是便嫁给了侯相农 就是一般都是 他每个月 他都给我了 就是说 欠了八本的 一两千块钱 平常 就是他发那天分 有的时候 跟别人帮忙 或者干什么的 我 我很想说问他 我很想问 我很相信他 因为他对我和孩子 在那里靠好了 所以我很相信他 一般我也不问他 了解完所有情况后 警方向小肖 说明了事故情况 这一突如其来的不幸 对小肖来说 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自己一直 我一直都不敢 想像这个事故 就就是 骗他了 第二天一上班 我们就要进行 这个尸体检验 还有他家属的 对这个尸体进行辨认 从他身上的衣着 穿着鞋袜 那一看就是他 他对象的 猴像龙为什么会到离家15公里远的事发现场呢 对于事发的原因 小肖毫不知情 他说 只知道猴像龙在闲侠时喜欢到野外去打猎 有可能是因此而到了现场 发生事故的现场 距离猴像龙所住的 移水县城大概有15公里的距离 猴像龙为什么要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 现场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 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如果这是一起交通事故 那么肇事者是谁 如果不是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太多的谜团需要一一解开 一位债台高筑的生意人 本地是贷款好多 参与人都找不到他 真真假假的身份背后 隐藏了什么 被确定的死者竟然奇迹般的出现 一线车祸遗云正在播出 在移水县城 警方对猴像龙离家之后 可能经过的路线做了详细分析 并调取了所有相关的监控视频 查找猴像龙的踪迹 调查可能经过现场的车辆 在警方看来 如果能从中发现猴像龙究竟怎么去了现场 为什么去现场就有可能发现案件线索 案件真相就会水落石出 对现场周围的同南望北 在所有的视频 要到全部的口路下来 有好多一些单位 在他的家门口 那些视频 我们全部都要业的检查 看一下 到底是哪辆车 造成了交通事故 或者是哪辆车经过了这里 在遗水县城 警警针对案发当天 猴像龙的活动轨迹 以及平时的活动范围 进行走访调查 我们也走访嘛 这种的 就是游戏发影案 他脚应该就是遗水斗头的 说这个人我认识 这个人是遗水县斗头的 好像是当时说是 胡锦旺这个村的 身份证显示 猴像龙的户籍地 是黑龙江牧林市 但是调查中 却有人反应 他平时聊天时 说自己是遗水本地人 而且他说话 也是本地口音 黑龙江牧林市 和山东遗水 两地相差两千公里 他究竟是哪里人 为什么一个人 不有两个身份 这让警方一时觉得困惑不已 这样我们觉得 这个案子就复杂了 就从这里开始 案情为了说 我们觉得这个案件的性质 我们也不是 一开始简单的 侧重于交通事故的一方向 但是我们就说 从这一开始 我们觉得这样案情 向我们的刑事案件 发展 从调理开始 此时 尽快探明侯强龙的身份真相 成为案件侦查的关键所在 一组民警 迅速赶到 以水县道托镇 胡家望村调查 找到这个片子书记 他说 这个人我认识 我们以前做过 做个生意 我认识 不是我们猜的 是牛心光庄猜的 他叫侯强龙 然后呢 我们就赶到了 这个牛心光庄 所以这位书记一看 他好长时间不见了 我们都找不到他了 你们怎么抓到他了 书记说 你们抓到他了 我说怎么抓他干什么 他说他欠了 欠了五十多万 他在本地 是贷款好多 同时也向那个 本地的村民借钱 两三年来 村里人都找不到他 突然说是 侯强龙欠债 还太多 从去年开始 一直掏着 这些都相当不清楚 情绪是日来亦是相生 但是给他干什么 该是一项口 独自 是在哪里也不是 当时还回忆 是不是侯强龙 自己欠债欠多了 这个 是不是出来 三三心 出什么意外 当时也有这方面的 分析口语 村干部说 侯强龙的父母 从来没有离开过 以水县 现在就住在 本村附近的山上 帮人看果园 这一情况 和此前侯强龙妻子的说法 大相径庭 他妻子说 他弟弟和他父亲 早就已经去世了 就是他没有家人了 只有他母亲在黑龙江 但是通过我们 他对这个 参数据的了解 从数据说 他父母都健在 而且还有一个哥哥 此前 侯强龙妻子小肖 在接受民警询问时说 侯强龙的户口 是在黑龙江牧林市 他在两年前结婚时 跟着侯强龙去过东北 他说 他的父母 他的父亲已经没有了 只有他一个母亲 他母亲在东北 就是黑龙江牧林 他结婚的时候 两人还去过 但是没有上他家 没有上他家 他怎么解释的 说他母亲身体不好 在一个时间一比较紧 就不要去见了 所以就没去 至于以水道托镇的 牛亲关庄军 小肖也跟着侯强龙 多次去过 但他说 这是侯强龙的亲戚家 他老家我去过 但是刚开始他没跟我说 他很少领着我去 他领我去的时候 也不从村里头 是哪个老家 是这儿的 移水 对 去过 去过 他不从村里头 是村子西边 有一秋十一路 然后他就开始 把我和孩子 就拉到山上去了 他说那是他老家吗 跟您说 不是 他说那是他一家 他一家 我去过几次 但是 我从来没见过 村里头的女人 村里头的女人 也都不认识我 我也都不认识他们 都不知道 小肖的陈述 简然和侯强龙的 真实情况相差甚远 那么 让明星感到疑惑的是 是侯强龙 向他刻意隐瞒了真相 还是之前 小肖是在编造一个假相 如果侯强龙 在心机颇深的欺骗妻子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 那么 就是小肖在说话 如果真是这样 那他这样做 究竟要试图隐瞒什么 这个事情越 到现在越觉得是 扑脱迷离 因为侯强龙的气 我们觉得 侯强龙和他气的 不可能什么都不谈 因为 我们了解到的东西 与侯强龙的气的反应 那太不一样了 所以回头 我们又走了 他侯强龙的气 了解 了解这个 但他其实还是 还是这样发现 此时 死者已经被确认 这是侯强龙本人 现在突然发现 侯强龙的父母 就在以水乡下 这时 明星感到特别犯难 调查是必须进行的 而这种突发的意外 就又该如何 向老人说明呢 当时 为了这些 我们确定都在伤害 对他想 好 上去看他父母就谢了 他父母 他突然那边 闪闪 还特别完整的地方 因为这时候 死者的尸体 被他侯强龙的媳妇 已经火化了 然后我们又了解到了 侯强龙的父母还站在 所以就想 我们也是有 得他父母 了解这个 这个情况 反馈这个情况 我们在商场上 他在父母 他现在这地方 上路也在是比较危险 比他后乡路 他母亲 当于这个地方 当于还有三十年 突然发现 从后乡路 他母亲这种 皇上的地方 一山 摔了 然后呢 他发现 那不就是 你没有做的侯强龙吗 侯强龙怎么会出现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突然呈现在 毫无思想准备的民主面前 这样的意外 使得在场的所有人 一时间都目当口呆 书记说 我第一 他第一 我感觉 我没反应过来 书记说 那就回向楼声 你们快点 然后我们就 我们喊了这一声 回向楼声 他没反应 因为有还 他可能听不到 当时山上有风 然后是 我们就跑过去了 跑过去 我们把他包围起来 此刻 面对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民警 侯强龙表现得似乎非常纳闷 哦 那这我啊 这三十 当时那个 到他们拍摄 那个资料员 配合我们工作 他还比较有经验 说你侯强龙 你怎么两个户口 你怎么两个山派证 但是脑的时候 已经朝着 侯强龙已经是两个户口了 一个在东北 一个在一十多团 有限观众 就一 后向楼 又列号完干 不哭 把他穿上的 开始转了 当时我们第一反应 这是 这怎么是 这后向楼怎么出来了 我第一感觉就是 那肯定他就嫌疑人 要么是他 开车撞了人 伪造了这个现场 要么就是 其他人 他肯定是嫌疑人 所以说 当时我们就被他控制 突然间 侯强龙就奇迹般地冒了出来 这让所有人 都感到无比震惊 这死而复生的传奇 只有在神话故事 或者影视剧里 才会出现的 既然侯强龙还活着 那那个在公路上死去的人 又是谁呢 并且侯强龙的衣服 和身份证的物品 怎么又会到了 那个人的身上 几张巨额的保险单 埋伏着险恶杀鸡 怎么说我辞了 我一定的 我什么 精心谋划 找人寄死 一名陌生人 正为无辜冤魂 怎么就是为了保险的事 一线车祸遗云 正在不出 民警将侯强龙带到举县公安局 此时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到侯强龙身上 死者是谁 这是警方最想知道的问题 一见到他本人可以 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是一听警案的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有双重身份 他的身上 衣服 现场的身份证 手机 所有东西都是他本人的 但是他本人还有活在这个世界上 那现场的尸体是哪来的呢 可以确定 这情案是他做的 面对警方的审讯 偷向农百分之言 对于案件情况 知识不提 在三十个月中 他陆陆续续变化 将近四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 他那天晚上去做 得业及得业图 得业及得业图的时候 结果就拍手抓到了 就拍手抓到了 然后就罚他 然后把他衣服给拔去了 然后把他三分之上 手机都给拿去了 一会儿说 被抢劫的衣服被抢劫了 一会儿说是 被别人去死了 是万岁失语 不知道 不认识 还有什么解脱案 自己给自己在那 就是找借口 骗我们的走借口 不想就位 就在被侯向农进行审讯的同时 警方向周边邻近的区县 发出了查找被害人深远的协查通报 很快 遗水警方反馈消息 一名三轮出租车司机王某 三月十日下午 在县城出车后 便失去了联系 林婷立即和王某家人取得联系 经过辨认 确定被害人 正是已经失踪了三天的王某 我们一边闪讯他 一边帮他一些信息 相关的信息 也调去 分析 后来在他手机上发现了 他一个保险 到期的信息 他一部有一个手机信息 就是说 你没的 某某某一种保险 需要有1千7百块钱 在三月十一口之欠 需要教授 需要教授 他当时的信息很明确 如果我们放下的时候 这就是三月十一口 然而就是 对他的保险期待 侯向龙的出现 意味着 在乡间公路上死去的是 假的侯向龙 必定和他有重大关系 民警推断 所谓的车祸 应该是侯向龙 精心伪造的现场 但是 对于他这样做的目的 警方一直难以琢磨 而此时 关于保险的信息发现 便立刻让警方 产生了一种可怕的联想 难道 侯向龙不是杀人骗保吗 他现在一看到 侯向龙以后 马上查这个信息 如果是 这种交通事物 我能给他 我们一看 最低是保险的 民警迅速展开相关调查 很快发现 侯向龙在半年前 为自己购买了 数家保险公司的大额保险 他媳妇也听我说 欧阳的发现了 他没了五份保险 都是人身 人身意外保险 而且 赔福贝比较大 你保险的时候 刚开始 我不知道 后来的时候 是他拿着呆子 回来 然后我发现了 那个保险 我说你没那么 好几分 你说你有了 不就行了吗 是吧 你就说有了 不就行了吗 死者从这个 当时的现场看 和侯向龙 长得非常相似 我们分析 他是不是在 这个 骗取保险 通过调查 民警发现 侯向龙和妻子年龄差距很大 侯向龙将他刻意 瞒了许多真实情况 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从来没说过这个事 他父母家在的事 他一直瞒着他媳妇 包括去年年前 侯向龙他妈妈有冠心病 在移水治疗的时候 住在他家里 他跟他妈妈说 这是他甘子妹 然后呢 他跟他媳妇说 他妈是他姨 他可能老是就是 害怕 如果是我指责 他离婚两个害物 他就比我大九岁 可能 他很喜欢我 对我特别好 可能我 我可能 我就不爱一个人 他可能一直打成这个事 他有两面 我说他没有和他老婆说 他和他说这是借的 就是这个人完全生活在一个 不光明的世界里 我们结合了大量的信息 就是他骗他老婆 骗他扶 红他扶摸 红他骨 并且他那个 都相当还揉着 我们分析在一块 我就说这个 侯向龙应该是 尽管只会 隐秘目好的掌握 他这个人 肯定是故意杀害 尽管侯向龙 善于伪装 心机极深 但是 面对侦察员的 详尽的证据信息 和准确的分析 他的心理防线 一步步被攻破 最终不得不供述 是他亲手杀害了 以水线三轮车 出租司机王某 并精心伪造了 交通事故现查 当时我想的时候 我的三轮车叔叔 过了几个小时 过了六七个小时以后 他第一句话 他说 什么就是为了保险的事 他第一句话说 他战功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说 商人目的是骗保 你如何骗保 那就找了一个 与他长得非常相似的人 把他杀死了 然后把自己的 把他自己的衣服 穿到这个人的身上 然后伪造一个交通 侯向农 1972年生人 出生在以水 第一次结婚后 去了黑龙江牧林市 在那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离婚后 回到以水老家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重组了家庭 由于生意上的不顺利 见下了数十万元的外债 无力偿还 由于他一直拥有两个身份 于是便萌发了 找个人借他去死 以骗取赔偿金的念头 2013年9月 侯向农 先后买了五家保险公司 的人身意外保险 总赔付金额 达到100万元 到什么时候没想到怎么办 就是后来的后来的 买了保险了以后 他请不及把被什么的 就长生了想法 得及去做 你大概是什么人会准备来的吗 平安地死了一万了吧 2014年3月 侯向农收到了 毛保险公司发来的 催缴保险费的短信通知 他决心动手实施他的计划 2014年3月10日下午 侯向农终于物色到了目标 这是一位速不相识的 出租三轮车司机 他就在汽水县城的 一个公交车 出租车停车比较多的地方 物色目标 他发现了一个摩托 就是正硬的三轮车 摩托三轮车 这个人的长相 起行 什么特征 有点类似他 他这一共说的是 一上车他心里咯噔一响 就是他了 我说你怎么是他 是他干什么 然后他说 就像发现目标 把它弄散 伪装成自己 伪造一个交通事故的现场 当时呢 他就找他 说呢 我要到哪里 到哪里去 你把我带到哪里去 当时呢 就六点多了 天黑了 快黑了呀 这是一个山坡 几乎没有 那时候还没得干 干东西呢 都回家了呀 然后他这个 他当时在 后向路在他车里 放了一块 这个花钢芽 这么厚的一块 一块石头 然后 他就乘着 出车司机 不防备 一时就打掉了 把菜在这里 这个 太阳悬上去了 当时就把 这一石头 就把这个人打晕了 打晕之后呢 他把自己的衣服 脱下来 把他的衣服脱下来 两人换了 然后他就开了 撕着这个三个车 这个拉着他 去 就照倒着人 衣服脱下来 因为当时还活 他放到那个地方 他又 打了他几下 用石块 然后呢 石头开了他的车 那个三个车 来后呢 碾压了好多次 碾压的过程 到后 确定 确定他死了之后 他才离开现场 他就 在想要 他有两个户口 然后呢 他就 到一个交通照室 挂起来 这个 时间一长 他包厢被倒手 嗯 都记得 太不值了 嗯 就是不值 要是什么的话 别那个什么的话 别摸摸 别胡干八干的 都记得 好 那个 照顾工作 或者是读的 别的事的话 不到今天 这个 这个眼镜啊 开始一看 像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交通照室 应该说呢 我们的民进 在这个工作的程当中啊 其实还是 他的 对工作 对说 同时的这个职业 一个高度复杂的精神 如果说在这个眼镜当中 没有强烈的自然性 啊 当到一切 普通的交通照室 眼镜 得处理的话 那可能结果就不是这样了 侯向农 残害了无辜者的生命 来实施自己 预谋了半年之久的阴谋 试图来骗取不当的利益 有着双重身份的侯向农 满以为家里面 可以顺理成章的 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 然后自己躲上 那么一阵子 就可以恢复到 从前的生活了 然而 警方的激进和坚持 使他的这个阴谋 从一开始 就注定要破灭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这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